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 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高开贤 接受中央媒体采访 今年7月刚高票当选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的他 是特区第一至第五届立法会议员 也曾在澳普时期担任三届立法会议员 见证了澳门回归前后立法机关的发展变化 高开贤说 从回归祖国到现在 立法会与特区政府之间互相配合 互相支持 彼此间建立了良好的默契 立法会不是个反对机构 反过来立法会是支持特区政府 更好的把澳门发展得更好的一个机构 所以我们是互相监督 互相进行 互相配合 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高开贤介绍 在设计国家安全时 澳门特区立法会有一个共识 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因此立法事项 一旦设计国家安全层面 总是能快速顺利地取得一致 作为澳门本身来讲 保护国家安全 我们在澳门市民来讲 一般都有这个认识 所以我们在通过 国家安全法的时候 都很顺利 尤其是刚才也说的 有关配套的法律方面 我们都能够比较顺利地 在立法会能够提案 或者是通过 高开贤说 未来的立法工作 还是首先要继续自觉维护 宪法和基本法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 不变形 不走样 为此 要严守一国这一底线 警惕任何挑战和损害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 澳门回归后 我们也根据 主要就是根据那个宪法 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法 有关的规定 遵守有关的规定 来立法 所以说澳门人在对基本法的了解 可以说是比较深刻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同时也通过推广基本法 也通过社会团各个方面来 把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能够向社会 向学校各个方面来推广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很经常做的事 据了解 自回归以来至今年12月初 澳门特区制定颁布了290部法律 高开贤表示 在立法会的努力下 澳门特区已经形成了一套 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 为促发展保民生保驾护航 各个方面的法律就是要推进澳门的发展 因为能够发展起来之后呢 我们也要保障民生 怎么样让那个居民能够安居落叶 所以我们也要相对的既定有关的 经济防务法 社会防务法等等 居民的生活方面呢 我们也要考虑到 好像家暴法 好像那个食品安全法等等 还有交通方面 我们现在也在建立那个轻轨 我们也要做那个轻轨法 高开贤说 包括自己在内的多位特区立法会议员 也是全国人大代表 每年三月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期间 听取政府工作报告 积极戒严献策 他希望在澳门努力的同时 国家能够带领澳门共同发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